這份名為加拿大醫療系統評分的報告 是根據最新的數據和指標 比較17個國家的衛生醫療體系 在手術期間 意外刺穿、割傷 或者有義物留在體內 以及產腐受傷事故等方面 本國的發生率都排在最高位 不過研究人員也指出 這些事故的衡量標準還未明確 而一些國家對事故的報告也不一致 不過好消息是 本國自1999年以來 吸煙率已經大幅下跌超過三成 目前本國成年人的吸煙率 在七國集團中最低的 而在副理質量方面 醫院接受糖尿病、哮喘 手術後感染患者 以及診斷癌症 和流感疫苗接種等方面 整體上都好過 經合組織成員國的平均水平